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怕没钱赚些生活开销 这里很繁华 城市很热闹 曾经每栋高耸的建筑都让我赞叹不已 每条人来人往车水马郎的道路 都让我觉得充满生机 地下有如蜘蛛网般的捷运非常方便 让我不用骑车就可以到达许多地方 仿佛不叶全的台北 有着绚烂的霓虹灯 和无限延伸的路灯 将平淡的黑夜伸添了不少色彩 五颜六色的每晚都有着不同的美丽 观光客 表演者 居民 这里有好多好多的人 我在城市游走 透过镜头观察人群 每张脸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 都在为生活打拼 可是一年过去了 不知不觉 我开始对城市的快节奏感到压力 忽然想起家乡的阳光 绝绝撒在身上的感觉 好温暖 在那里没有压力 我又为了好多事心烦 可以慵懒的生活 享受舒适的感觉 然而在这里 我 渐渐的 越来越没有动力 这里有很多很多人 可是 我却越来越不丹 旧 回到桃园 我的家乡 我的村 看见以前邻居的沟渣厨 我想起 儿时在庭院里跟弟弟玩追逐的记忆 熟悉的莲花池 还是有悠闲的叔叔在钓鱼 不知道鱼儿什么时候会上钩 村里的人每天都会来土地庙这里拜拜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小黑在找小白 小白不知道跑去哪 鸟儿看着这一切 不知道有没有在偷笑 这片稻田是浓厚辛苦的结果 看见奶奶依然在田里努力 种植有机蔬菜 我想起以前常在菜里吃到虫的故事 看见邻居爷爷在田里跟上的身影 心里开始觉得踏实了不少 这里的我们到达屋根 都是如此乐天安密 知足 并珍惜土地所给予我们的一切 虽然没有都市的繁花 商店带来的便利 但也少了扰攘 多了安宁 我的村 我的家乡 我处桃园 这里虽然不完美 却是我心灵的归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